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現在是晚上的10點半 豬仔出了今天第五條片的推介 提前就出了一隻彩蛋片推介 很多標迷都想應購 但有一個很快手秒殺了我那隻私人珍藏系列 今天豬仔特意把位置調亂 不一定在最後才出私人珍藏 一隻Titanium Citizen 這隻也很棒 雖然它不是私人珍藏系列 但每次看這隻標 我都覺得它物超所值 非常漂亮的一隻Casio Edifus 很多標迷都知道Casio Edifus 就是一隻以賽車感為主題的Sport手錶 這次它採用了八角形的標盤 藍寶石的玻璃標面 有什麼特別呢 豬仔你之前也介紹過 八角形標盤 藍寶石玻璃標面 超薄機芯 但這隻還要是光動能 光動能 比起石英錶比較方便 比起石英錶 雖然它都是限電池 但它十年 甚至乎更久才需要更換電池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棒的一隻 光動能 藍寶石 八角形標盤 一隻Casio Edifus 還要擁有超薄機芯 很薄的機芯 好了 兩個顏色的配搭 一個就是黑狀玫瑰金 大家一聽到這個字 就能令豬仔最敏感的神經 就是因為我喜歡玫瑰金色 這個就是黑狀玫瑰金 但內體就是銀狀黑 最普遍的顏色就是銀配黑 很漂亮的外殼 你看到外殼很閃 很光亮的 它就做了一個三眼仔的標盤 很有這個Sporty感 即是Casio Edifus 很多時候設計的標盤 裡面的標盤 都是做了這樣的設計 這個就特別一點 它除了有Chronograph之外 也有動力儲能顯示 你看到它是Power Surface Indicator 光動能手錶裡面 最好用的和機械錶裡面 最好用的都是動力儲能顯示 而這隻就是動力儲能顯示 在六點位置 有LMH 動力儲能顯示針 藍寶石玻璃錶面 日力槍就放在四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另外九點位置 一個線形盤 裡面有小圈子 就是一個秒針盤 不停在轉動小秒 然後上面十二點位置 有Cornel計時碼錶 其實六點位置 這個標盤 當我們按著Cornel的時候 它都會即時成為 瞬間成為一個計時碼錶 由動力儲能顯示針 變成一支計時碼錶 當上面的小圈轉一圈 為止一分鐘 這裡會跳一格 開始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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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有沒有分段計時 看看有沒有追回針 就知道 在這個時間 我們看看標盤 標盤也做得很漂亮 寫著什麼呢 在三點位置寫著 Castle Edifice 跟著 Solar 光動能 那塊玻璃也很清 做了一塊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有一點點顏色的 藍寶石玻璃錶面 很清澈的 還有那些黑度和時分針 應該都有爺光一起看 試一下分段計時 現在這裡暫緩了 未暫停的 試試看 看有沒有追回針 看有沒有追回針 所以就是有第一名衝線 第二名衝線 這個分段計時的功能 另外這隻標 就是用了八角形的標盤 八角形的標盤 做了不秀鋼圈 我自己比較喜歡不秀鋼圈 因為鋼圈 感覺上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因為如果它做這個鋁片圈 就沒有那麼有質感 這個鋼圈 做了有質感 做了拉絲花紋 垂直的拉絲花紋 而標盤裏面 都是做了垂直的拉絲花紋 做了黑色的拉絲花紋 好 先看看野光 時番針加上黑度 夜光 看看就怎樣 夜光都很光亮 很漂亮 好 在標腳位置做了一體化色的標帶 做了一個靈角設計的標殼 都很漂亮 這個位置做得很漂亮 還有你見到它做了 有些小的細節位 你看到六點位置做了旁光身 十二點位置做了很多拋光 還有標觀位置 擺在三點位置 上面都有EDIVUS的標籤 亦都有小胡觀位 胡觀位 正面看上去是光身 側面看上去 都是做了拉絲花紋 細節造工做得很好 比起三針的正裝 這隻再紮實一點 感覺 如果你喜歡三圈面的 man少少 sporty 這隻非常棒 還有左右兩邊平衡 做一隻翼仔 做一個對稱位置 標腳位置 四顆螺絲系穩的一個裝飾 很有型 零角的設計 還有這裡斜開了 做了一體化色的 沒有耳蓋的標帶 好處是戴上去的時候 比較貼手一點 還有它做了 旁邊做了拉絲花紋 做得很漂亮 質感很好 這裡做了拉絲花紋 好了 標帶方面 做了一條薄身的 不鏽鋼實深的不鏽鋼帶 也是做了拉絲 然後中間有些拋光的點綴 標扣位置有兩顆微調位 不是第一顆 幸好 做了雙Local的EDIFUS 在扣上 做了保險制 打開做了光身薄橋 看看標底 標底做了陷入式的底蓋 上面寫著EDIFUS 藍寶石 玻璃 還有SOLAR POWER 10個BAR的防水 100米的防水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銀黑色的正面 很有質感的 一個不鏽鋼外殼 每一次我介紹 八角形設計 都想起錶迷 他就告訴我 他做標學的 做標學的 他跟我買完手錶 然後告訴我 我是你的同行 我下心想 同行來踩場 原來不是 他是做標學的 生產標學的 他就說 CASIO的手錶 尤其是EDIFUS 標學沒有幾萬隻 他這樣做 根本做不到這個價錢 這麼優惠 我都相信他 他說的話 因為 網絡的質感 非常之正 這樣的價錢 非常之厲害 做得 黑狀玫瑰金 做了一個灰黑色的標學 都是用上了超薄機心 試一下標關 提先試過計時 提起標關之後 我們試一下 提起一格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那個手錶很好 很緊緻 教到六點多鐘 複應的位置 半格我們教那個油力槍 半格我們向下轉 向上轉 一格一格跳 就沒有 輕微的聲音 不是沒有 很細聲 都有的 輕微的聲音 教完之後 按進去拉推管 這個標就用上了日本的光動能機芯 這個機芯充滿電 可以行到六個月 可以行到六個月 以及這個機芯非常之準確 時間標準不差 每月正負二十秒 即是一天 是少於一秒鐘的不差 以及做了一塊 防反射塗層的藍保石玻璃表面 非常之美 真的很棒 而且這裡做了一個 另一個設計 加上沒有耳蓋 一體化色錶帶 就不會這樣啞開 這支錶 戴上很貼手 就做得很漂亮 好了 試一下戴上手 以及磅一下重量 重量方面 它的官網寫133克 一起來看看 Carsel Edipus 磅出來是132.8克 跟它的官網很相近 直徑方面 先量一下 直徑方面 就是40 42M的標徑 它的官網寫44 應該量一下翼位 比較寬 錶圈方面 其實只有40 所以看上去不會很大的 錶圈裡面只有40 厚度方面 就是9.5mm的厚度 超薄機深 而那個Luck to Luck 就是48 48 其實你當這個手錶 是40 因為 剛才我42 是打斜度的 你看上去的正面 只有40 所以很多時候 官網寫的 因為它寫最闊的 寫了這個 護官位置 寫到44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 這支錶是40 試一下戴上去 嘩 好棒 這支錶真的非常棒 這支錶帶上豬仔14.8cm 是不是很光亮 很閃 很閃 好 那豬仔沒有打Sportlike 純粹是我房裡的燈光 也很閃 很貼手 看見到這裡 帶上來很貼手 還有拉斯花文靈角設計 做得很漂亮 好 這支是黑狀玫瑰金 價錢方面 他建議零售價 就去到2000 我剛才也搜尋過 2300多元的建議零售價 那豬仔 推介肯定是 筍價錢 2300多元 就肯定不用 豬仔 非常筍的價錢 那麼黑狀玫瑰金 就1198 這個是3月1號前 加價錢的價錢 那豬仔這陣子都一直出片 所以都未拍到他 其實3月1號前 我已經拿了貨 這支是 有3隻現貨 只有3隻就沒有多 夠價錢 1198 那外面賣1600-1700元 這支是2300多元定價 非常之靚 黑狀玫瑰金 好了 銀狀黑就再經濟一點 標準一點 如果你想斯文一點 情形感覺斯文一點 其實銀狀黑也很靚 都是很正 防反射塗層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動力處能顯示針 八角形的零角設計的錶殼 非常之正 再加上光動能的機心 好了 銀狀黑 998元 1000元有找 998元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錶的錶密 銀色也好 銀黑也好 黑狀玫瑰金也好 豬仔各有三隻現貨 如果你喜歡這支錶迷 記得按讚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我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一個非常漂亮的Carsio Edifice 還有光動能機心 十年才換電池 不用煩 還有時間準 好了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如果喜歡這支錶迷 記得按讚 就是豬仔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南寶石 Carsio Edifice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按讚 按讚 按讚